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有很多华语圈的网友们 因为喊我这边一家媒体的报道 男小学生企图出没身体 震惊得抢王娘遭到严厉指责 而留言询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争议真的这么严重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引起争议的动图 在动图中能看到 抢王娘与卡儿移动的过程中 一名小学生走进抢王娘身边 触碰她 由于一开始 抢王娘没有察觉到 这名孩子的接近 所以感到非常惊讶 并退后了 接着可以看到经纪人的出现 并进行控制 大家觉得动图里的抢王娘 做错了什么吗 这个动图在韩国论坛 留下了1400多条留言 引起了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觉得抢王娘有错的留言 这不是有什么目的去摸的 而且也没有摸到啊 一看就是为了想要签名 这是抢王娘的态度不正常 她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优点 孩子不是要去摸 是因为看到艺人很高兴 所以想要打招呼去碰了一下而已 说摸的话有点过分吧 虽然说最近的小学生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这也不能说是摸吧 怎么看都没有威胁性 有必要那么惊讶吗 再怎么说 最近社会气氛 让人心慌慌 但在街上有孩子抓住 我要说话的话 还是会倾听的 只因为不是一般人就这么大惊小怪 对孩子也会造成心灵创伤 对应的态度也是 把人当成虫子一样 真的很遗憾 但是90%以上的留言都是这样的 孩子因缘很喜悦 是想要打招呼 不是故意要去摸 不就是个孩子吗 随意去触碰他人身体就是错误 好好教育吧 艺人是什么动物园里的猴子吗 很高兴很神奇就可以随便去摸 不管是不是艺人 去碰不认识的人 就会有那种反应 但也不能把孩子当成是犯罪者一样 小时候都会做过错误的行为 出错的时候 大人们好好教导就好 突然有人出现的话 大人会吓一跳 孩子也是在无知的状态下 太高兴了 所以就那样了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这又是唯恐我牛不乱的那些人 创造的争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与爱豆恋爱很困难的理由 3Ks成员Pelix在直播中公开了 如果与粉丝约会的话 会做哪些事情 1.吃早餐 2.散步 3.去爱犬咖啡厅 4.在公园骑脚踏车 必须要聊天拍照 5.看电影 6.逛街购物 7.吃好吃的晚餐 昂贵的肉 意大利面 还是 8.再一次逛街购物 在公园或者是咖啡厅 进一步深入教坛 这样结束的话 应该会觉得很好 吃饭买一副Felix请客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在舞台上跳舞唱歌 数十小时的爱豆体力 普通人真的跟不上 如果跟Felix约会一天的话 可能会病倒三天吧 从早餐开始吃寒餐后 为什么要逛街购物两次呢 而且为什么不吃午餐 咳咳咳 这样结束的话 应该会觉得很好 这句话怎么这么可爱呢 深入教坛 咳咳咳咳 我要疯了 无法再忍受了 今天开始入坑用boogie 入坑吧 不会后悔的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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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